什么味道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David 我的Model Y已经开了有6个月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呢 正好是6000英里 可是现在当我每次开车的时候 打开空调 就会闻到呢 车内就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那如果你也是特斯拉的车主 也遇到了跟我同样的问题 这就证明 我们的空气滤网需要更换了 当我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是第一时间使用了特斯拉的手机APP 预约了一个特斯拉的服务 想找相关的工作人员呢 来更换空气滤网 接着呢 特斯拉就给我发了一个报价 看到了这个报价单 我就决定还是自己来做吧 那根据特斯拉给我发的 这项服务的估价来看呢 所有的配件大概是35美金 但是人工呢 要有95美金 所以如果我请特斯拉的服务 来到家里 给我来更换滤网的话 大概会消费 132美金左右 相比较而言 如果我自己换呢 我所有的配件的费用 加起来一共才38美金 那相比特斯拉的报价 如果我们自己来换呢 我所有的这些配件 一共是消费大概38美金左右 所以足足可以省下来将近100美金 更换所需要的配件其实也很简单 我只需要三个配件就可以了 其中呢 第一个是在特斯拉官网所定的空气滤网 那值得注意的是 Model Y的空气滤网 它所用的是和Model 3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要在网上订的话 记得要订Model 3的空气滤网 另一部分呢 就是清洁剂 我是在Amazon订的 还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一个小的工具 可以打开所有的这些配件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更换 特斯拉Model Y的空气滤网 Let's go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先把脚垫 它拖开 接下来这一步呢 是将要用到这个工具 把螺丝打开 这边有一个是汽车车灯的连线 那在这边呢 是车的音响的连线 所以这两个线不要动 我们把它就放在 放在一边就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准备把侧面打开 好了 这样就把 特斯拉副驾驶的侧板这个部分 已经刚好卸下来了 那现在大家我们看到这里 就是我们要下一步拆掉的地方 把它打开 OK 看到了吧 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摘下来 接下来啊 我们就要用到我们提前已经准备好的这个清洗液 把它呢 贴在 这个 这个空气网的这个右侧 这样整个的部分呢 这样整个的部分呢 清洗一下 这个时候你要切记如果是在室内去清洗的话 一定要在车下方放一个水盆 这样的话液体会直接滴到盆里 这样呢大概等15分钟 就OK了 我们就可以把新的滤网放到车里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对比一下 一下这是旧的 这是新的滤网 好 接下来我们把新的滤网 把它换上 那一定要呢 按照 它的指示 这里边有一个箭头 有一个指示 按照这个指示呢 去把它放到里边 先放第一个 那扣上面这个部分呢 一定要记住要把 上方这个头呢 要掐住 因为 它的底部只有一个螺丝在这里 所以 为了不要让它脱落 一定确保上方 掐得很稳 然后再把它扭上 然后呢 再把这个盒子 给它盖上 好了 这样就结束了 那从一开始包含等待 我算了一下 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了 非常的简单 我觉得一点都不复杂 所以根本不需要去预约 特斯拉的服务 那自己就可以在家里 轻松的完成 最重要的是可以省掉 100美金 我觉得还是非常划算的 我会把我今天用到的所有的工具 包括产品的链接 放在描述栏里 可以到那边去查看 好了 这就是我这一期的视频 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欢迎你在下边给我点一个赞 你的赞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随时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